关心山陀台风的最新动态 气象署已经在今天上午发布了 山陀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那么目前看起来它的路径 其实稍微确定了一些 不过因为它是一个 比较偏向秋天的台风 所以还是有一些变数 但是目前看起来 登陆的机会还蛮大的 那么它的移动速度 持续是比较缓慢 所以还在慢慢的增强当中 预估它现在已经是中路台风等级 那么到了我们台湾的时候 仍然会是一个中路台风的一个强度 那么甚至中间的风速 还会再更强一些 那么礼拜二到礼拜四上半天 是目前的路径看起来 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提醒大家全台湾 都要留意比较大的风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台风的一个情况 这个警报的话 在今天上午已经发布了 那么主要的警戒范围是巴士海峡 那么目前看起来 路上台风警报的发布时间 或是在今天的深夜 或是到这个礼拜一的 清晨的这段时间 那么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在这个现在开始 其实到礼拜一的时候 东半部这个已经慢慢的 会有比较明显的雨势 那么气象署已经发布了 大雨特报 真的我们东半部地区 另外就是有发布路上的 枪风特报 包含台东 屏东 还有绿岛 蓝雨 都要特别留意 另外就是在我们的中北部 沿海地区 也要特别留意 可能会有八到九级的强阵风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台风的路径 上面可以看到 红色的圈圈代表 它的湿激风暴风圈 黄色的圈圈代表 它的湿激风暴风圈 上面就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台风的 移动速度相当的缓慢 目前大概只有 每小时九公里 大概就跟骑脚踏车 差不多而已 那么它未来会持续的 朝西北溪方向移动 来到巴士海峡 大概要到礼拜二下午的时候 才会逐渐的这个往 这个北北东方向来转弯 所以其实在礼拜二下午之前 它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当的缓慢 那么礼拜二下午 比较明显的加速之后 预计到这个礼拜四的下半天 台风才会逐渐离开 那么这个中间就要特别注意 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就是这个台风 大概是在礼拜二下午 慢慢到巴士海峡 逐渐往北北东 这个移动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的暴风圈 慢慢的会融着我们台湾 南部东半部地区 尤其是现在的路径 看起来可能会从屏东附近登陆中心点 那么可能会在花莲附近出海 再逐渐往北北东方向移动 那么在它登陆之后 就要特别留意 它的整个中心的一个移动的方向 因为中心的一个位置 就会影响到它的实际风暴风圈 也就是它的强风 跟比较大的雨势的影响范围 所以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因为这个台风的变数会比较多 它如果是从屏东附近登陆之后 因为跟我们台湾的地形 有这个交互作用 也会造成它的中心的预测难度 会比较高一点 那么目前看起来 有可能会过山 来到我们台湾东部出海之后 逐渐往北北东的方向离开 所以从这张图上面 也可以看到礼拜三 就是整个暴风圈 影响台湾的整个笼罩 台湾的一个时候 所以刚刚有提到 如果说比较有可能 整个达标这个台风架的话 目前看起来 我可能是在礼拜三的话 是比较有机会的 那么礼拜四的下半天之后 就会逐渐往北北东方向来离开 所以提醒大家 其实这个台风 因为移动速度缓慢 其实从礼拜一开始 到礼拜二 礼拜三 影响最显著的时候 甚至到礼拜四上半天 礼拜四下半天 才会逐渐远离 所以提醒大家提高警觉 这个台风的影响 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个卫星云图 可以看到这个台风 已经逐渐了 跟昨天不太一样了 整个结构慢慢地组合起来 那么也可以看到 其实它强度是越来越强 台风的中心 也慢慢地变得比较清晰了 那么也可以看到 北边有封面游戏 大家会担心 是不是会有共办的一个作用 不过目前看起来的话 可能有共办 但是位置可能会是 比较在海上 所以对我们台湾 比较可能不是直接影响 但是台风本身的水气 就很多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 特别提高警觉 尤其我们的东半部地区 未来它移动速度缓慢 其实东半部 从今天开始到礼拜二 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 其实都会有 比较明显的雨势 来看一下我们的 雷达回波的话 上面就可以看到 其实慢慢地台风的外围 环流的螺旋以带 已经逐渐来到我们台湾附近 所以今天包含的 北部 东北部 东部 其实都可以慢慢感受到 天气有在变化了 尤其北部的话 是有点时晴时雨的 那么也可以看到 像这种颜色比较深的 红色的部分 就代表它的对流是很强的 雨势是比较明显的 已经逐渐地 都来到我们台湾的上空 所以雨势已经在逐渐增强了 要特别留意提高警觉 接下来看一下 在这个模式的预测方面 就可以看到 这个台风的话 它逐渐地往西边移动 其实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移动速度都缓慢 甚至一直到礼拜二下午 移动速度都是很缓慢的 北方的话要特别注意 是有一道封面游戏 逐渐往东边移动 这个就是我们比较担心 就是说会不会一个 共办的一个情况 我们目前看起来 北边这道封面 也是它的整个 往北北东方向 被拉走的一个关键因素 最主要就是 它过去没有明显的导引气流 那么这道封面 预计后来会给它 比较明显的导引气流 在逐渐地往北北东方向带走 所以其实它也是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天气系统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降雨的部分上面 就可以看到 其实礼拜一 颜色越深代表 雨势会越明显 礼拜一的时候 可以看到我们东半部 尤其宜兰以南的地方 包含花莲台东 就会出现相当明显的雨势了 礼拜二的时候 因为它移动速度缓慢 所以其实它外围环境的雨势 持续在影响我们台湾的 东半部地区 这个雨势持续增加 到礼拜三可以看到 除了东半部之外 我们的这个西半部 包含北部 全台湾笼罩在它的范围里面 雨势都是相当明显 相当惊人的 甚至到礼拜四的这个上半天 其实都还是有雨 那么到礼拜四的时候 因为台风预估路径 会是来到我们台湾的 这个东北部这附近 或是东部的海面 所以它的整个是西北风 近来是中北部地区要留意 它的雨势就比较明显增加 不过整个大台北地区的话 北部要留意 就是可以看到从礼拜二开始 其实礼拜三 礼拜四雨势也是蛮明显的 都要特别的当心 先来看一下 整个台风的影响时辰 还要特别注意的事项 那么可以看起来 目前的这个路径上来看的话 暴风圈影响时间 其实从礼拜一的傍晚 它的暴风圈 就会碰触到台湾的陆地了 会一直持续到礼拜四的上午 那么东半部的话 目前看起来 礼拜一到礼拜三 其实是从礼拜天开始 雨势就逐渐增强 那么礼拜一到礼拜三 其实都是风强雨大的情况 南部的话 礼拜二下午到礼拜三 其实就是它的台风的 这个暴风圈 逐渐从巴士海峡 要北上的这段期间 要特别注意是风强雨大的 中北部的话 目前看起来是 礼拜三到礼拜四的 这个上午的话 风雨会比较明显 所以提醒大家 这个台风来势汹汹 移动速度要缓慢 影响时辰比较长 要赶快提早做好防台准备 以上就是山土额台风的最新动态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静好新闻